雅尼矿产的展延案在16号被最高行政法院博会之后 依照矿业法,雅尼还是可以继续采矿 为此,凡雅尼自救会及环保团体日前也前往行政法院来抗议 引起在地波士岸大部落不满召开部落会议 抗议外人不要来干预部落事务 未经部落会议决议,甚至冒称泰鲁格族知名 对外大使宣扬严重侵犯部落自主权 为此,他代表波士岸部落表达强力不满与谴责 这是我们最悲哀的地方 坦白讲,真正的受害受危害的是什么这个部落 但是现在连我们要一点知情的机会都没办法表达 连一点说话机会都不给我们做话 这是不对的 凭什么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 凭什么时候其他部落要决定我们的未来 波士岸部落,西岛和欢山,东岛利乌西出海口 一共有六个部落,共有两千多人 但真正居住在矿场下的一部落却只有两百多人 如果要行使部落諮商同意权 矿场下的声音将被稀释 我没有说不可以,但是你不能说你代表部落的人 我说我们这位干部都稍微有点缓弹 我说我们真正你代表部落 你个人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用你的名称 你是私就会的,还是什么团体的 它无所谓,但是你不能用我们扩设案 干于部落的环保团体也表示 京都雅宁矿场是为了土地正义 与研究采矿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 目标是希望台湾矿业能够走向正常发展 波士岸部落会议最后决定 近期内将会与六个部落展开说明 再决定是否会行使部落諮商同意权 雅宁公司正式发出新稿表示尊重 记者林杰,休林湘采访大导 刘雨宝宁公司刘雨宣言